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期啊继续的跟大家聊一聊巴以冲突最新的一些消息啊 以色列现在无论是从官方还是民间的角度开始向中国施压呀 希望中国能够加入到谴责哈马斯的阵营 以色列的这个选择大家就可以看到 以色列这个国家未来会出什么样的问题啊 今天不仅要聊以色列啊最新的一些消息啊 今天还得跟大家聊聊中国所主张的两国方案到底是什么 咱们得结合相关于两国方案的一些历史来看 以色列的一个未来呀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跟大家聊点最新的消息啊 以色列啊住中国的大使馆 利用各种各样的渠道开始向中国施压表达了 中国呀你现在应该啊要加入到谴责哈马斯的阵营啊 我相信啊大家也不会陌生啊 当初乌克兰俄罗斯啊发生冲突的时候啊 美国也是希望中国能够加入到他的阵营 之前也跟大家聊过嘛 美国当时最爱说的那一句话 就是你中国占到了历史错误的一方 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咱们也看到了你老拜登怎么在联合国啊 改变了自己的那个说法呢 怎么也变成了啊 乌克兰啊 乌克兰最希望使用外交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呢 谁占到了历史错误的一方啊 美国当年错了哎 现在以色列你想要啊重新再来一遍吗 其实啊关于以色列官方啊 对于中国的施压里面有一句话非常的重点啊 这一句话那就是啊 这个中国啊现在不是在谈两国方案的一个时机啊 我只能说啊 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智慧啊 很多同学对于以色列对于犹太人总有一层的滤镜啊 认为很厉害很厉害 但是啊就从这一句话上来看 各位就能够明白啊 这没有任何的一个政治智慧啊 对于以色列而言 现在全都是下意识反应 你打我我打你 对不对 为什么呢这样最爽啊 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最爽最爽的就是这一点 我好强我好棒我好厉害 谁敢惹我我干谁嘛 内塔尼亚湖就是靠着这这样的一个形象啊 上了台嘛 如果说啊 就是说啊你是靠着选举上台 你靠着啊拉拢民粹啊 展示自己好强强好棒棒好硬硬对不对 谁打我我干谁 谁敢碰我我怒死谁啊 这样能获得选票 但是如果啊你这样的行为成为了你这个社会的主流 你这个社会会出大问题 你骗选票没多大的问题 对不对 但是你实质的政策你也是这样去做的 你就会出问题 其实咱们相较美国与以色列相比 尤其是在两国方案这个问题上面 大家就知道其实美国人看起来好像拥有了大智慧 以色列连美国现在都跟不上啊 对不对 犹太人好厉害 犹太人好棒棒 犹太人是控制了美国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民族 对不对 很多同学把犹太人传的神乎其神 但是你从两国方案这个事情上来看 再对比以色列这个国家现在的这个政策 你就知道以色列连美国都不如 美国是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层级呢 刚才跟大家讲了吗 俄无问题 你美国人怎么自己打脸了 当初啊 说中国占到了历史错误一方的那个国家去哪了呢 对不对 美国在中国这不成事 以色列在美国这他也不成事 然后的话 以色列现在民间啊 以色列其实也是官方啊 使用啊 民间的手段 想要啊 引发中国国内的一些舆论 对不对 比如说啊 现在正在宣传啊 一个这个中以浑雪的一个女子啊 被哈马斯给掳走了 首先很多同学都知道 那一位中以浑雪的女子啊 她是 她是以色列的国籍啊 她是以色列的国籍啊 然后的话啊 这个也是啊 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国防的军人 对不对 然后他全民皆兵的以色列啊 那你总得为自己全民皆兵的这个政策要付出代价 你不能挨揍的时候就说自己是平民 对不对 而且使用啊 这种种族啊 这样的一个视角 那想要啊 引发中国对于哈马斯 中国民间 中国老百姓 对于哈马斯的负面的评论 你这个以色列有点不地道 想当年你是怎么样被评论的 对不对 想当年欧洲那边对于犹太人 那是整体的清理啊 大家不要以为当初收拾犹太人的是纳粹 整个欧洲对于犹太人都是非常的不友好啊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波兰 波兰啊 波兰这个国家的这个当年的这个犹太人生活的状况 没比在德国强哪去啊 你别看现在波兰认为自己好可怜 好像充满了这个啊 正义的道德感 但是当年你看看二战之前 包含二战发生二战的期间 波兰人是如何对待犹太人的 就不仅波兰德国 整体的欧洲对于犹太人 都是非常的一个不友好啊 总而言之 你犹太人当年也是被这种种族的视角 所欺压或者说所欺凌 或者说所屠杀的一种状态 走到现在你对中国玩这些 没鸟用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解决问题啊 对不对 你不解决问题 天天的啊 我是好人 他是坏人 对不对 你天天这么搞 搞到最后就是渊源相报 他何时了 中国人佛心来的 对不对 然后啊 真的是慈悲心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提醒你以色列人 如何解决问题了 你不解决问题 你自己承担代价 那跟我中国有什么关系啊 你现在拉我 拉我干嘛呀 其实某种角度上来说 以色列对于中国施压 希望中国潜着哈马斯 对于以色列有好处 好处在哪里 因为中国的影响力在呀 中国跟西亚的这些国家啊 还是保持着一定的影响力 对不对 这个影响力都让啊 伊朗沙特化解了千年的恩怨 对不对 总而言之 希望中国占到以色列一方 从而让西亚这些国家 阿拉伯世界这些国家吧 包含伊朗 然后的话啊 都能够有所收敛 是聪明 但是中国凭什么帮你啊 你拿什么东西来换 对不对 其实以色列这个施压 都已经来到了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境地啊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啊 有可能这个要推迟访问中国的行程 你爱来不来 对不对 你来是你求活 你不来 你不来 你自寻死路啊 你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发现 以色列政府现在的这种行为 非常的一个幼稚 从国与国的角度上来说 你希望我帮你 对不对 那你拿什么东西来换啊 对不对 你拿什么东西来交换呢 以色列能拿什么 拿出什么样的东西来啊 来给中国 对不对 很多东西一说就是啊 以色列掌控了大量的 这个西方的媒体 是没问题 对不对 西方的媒体对于中国的态度是什么 啊 以色列人自己想一想 对不对 这是其一其二的话 那你能够拿利益给中国的话 对中国如果听你的 那阿拉伯世界可不可以拿利益给中国呢 对不对 中国啊 所主张的是什么 那是解决方案 对不对 中国是个负责任大国 你拿出一丁脸的一些利益 你也拉不动我 对不对 不认知吧 以色列希望中国能够站在他那一方 其实特别的一个愚蠢 为什么 因为中国所主张的真的就是解决以色列问题最大的那个东西啊 对不对 两国方案呢 最开始跟大家聊 今天要从两国方案跟大家谈一谈啊 从历史的角度来谈一谈 这个以色列这个问题到底如何解决 巴以之间的问题如何解决 刚才跟大家讲了一下 就是说 美国其实啊 在一些政治上的一些问题啊 在中国面前感觉都有点小老弟 尤其是俄乌这个冲突 美国都自行打脸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以色列还不如美国 为什么 其实就是因为内塔尼亚府的这个民粹的这个属性嘛 什么都不妥协 就这么硬着来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两国方案跟内塔尼亚府有直接的一个关系啊 跟美国也有直接的一个关系啊 两国方案是什么 两国方案啊 是是自啊 这个1974年还是1978年呢 然后的话 那个时候啊 联合国有了一个194号决议啊 194号决议啊 也就是啊 让这个重新划分了一下啊 巴勒斯坦国与这个以色列 对不对 总而言之啊 还是要建成两个国家 然后划分了一下 大家所管辖管署 这个管理的一些区域吧 然后的话 可是呢 这个啊 联合国的议案呢 19419194号啊 决议案没有通过 为什么没通过 美国反对啊 反对的国家 跟大家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就知道啊 为什么是美国反对了 有帕劳 马绍尔群岛 还有一些什么 这个密克罗西亚联邦 对不对 加拿大 美国 哎 大家就知道了 对不对 这些啊 这些什么 帕劳啊 马绍尔群岛啊 密克罗西亚联邦啊 对不对 然后呢 加拿大呀 他都是谁的小老弟 当然了 反对的还有以色列 以色列也反对啊 但是啊 这个70年代啊 这个19194号 这个决议案 然后的话 大家反对 美国反对啊 让这个决议案没有成功 两国方案 但是没有停滞 为什么呢 因为自打 70年代啊 之后 这个巴勒斯坦人民 对于啊 这个两国方案 开始接受了 认为啊 也没必要把犹太人全赶走 对不对 咱们就是啊 一分为二 得了 我也能独立建造国家 其实这也算是巴勒斯坦人民啊 然后的话啊 怎么讲呢 也是接受了一个现实啊 对不对 可是呢 相反 以色列到现在都不接受这个现实啊 美国到了90年代之后 政策也有所转变 对不对 政策转变就是啊 美国也开始主张两国方案 大家不要以为美国是反对两国方案的呢 对不对 这个方案刚出来的时候 美国反对 90年代变了 对不对 90年代变了 90年代啊 美国主张了啊 两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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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这个问题 这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的 以色列这个国家 真的是不成事 为什么叫不成事啊 美国都有所转变了 美国强的时候 90年代 对不对 但是一个什么样的美国 那就是啊 谁不听话 我打谁的一个美国 对不对 谁敢说美国一个不自的那个美国 美国可以拿着一个啊 洗衣粉灭掉一个国家的那个美国 美国90年代就是如此的一个强 对不对 苏联解体了嘛 结果呢 结果 对不对 这个以色列不干 对不对 以色列不干 认为你啊 反正我背后有美国 我想干谁又干谁啊 对不对 这个也就产生了大家所熟知的啊 这个以色列大量的把巴勒斯坦人驱赶 巴勒斯坦人的聚集地驱赶 对不对 拆了巴勒斯坦人的难民游 然后的话啊 把这个犹太人的居住地 往巴勒斯坦人原来站的地方 开始往那去推 推到了现在为止 不知收敛 对不对 不知收敛 你的大哥美国 对不对 都已经开始收敛了 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美国对比 以色列要强的一个地方 可能有些同学会说啊 是因为西亚国家 沙特阿拉伯这些国家 拉住了美国 确实也是如此 但是的话 不管怎么说啊 对不对 美国也不会说 就说非得要把一头给弄死 他也是有一个解决方案的 但是说啊 美国推的也不情不愿 但是这个方案是美国所支持的 以色列不干呢 见好就收啊 对不对 你为自己的未来 你得你得留点口碑 你老是留点仇恨下来 对不对 仇恨这个东西 以色列犹太人真的是亲身经历过的 对不对 你被欺负的时候 你恨不恨啊 纳粹啊 对不对 尤其是大家都知道啊 美国的好莱坞年年都产 德国纳粹好坏坏的电影 为什么呢 犹太人恨纳粹啊 对不对 恨了那么多年 到现在还是在恨 为什么呢 不就是仇恨吗 你现在这样对待巴勒斯坦人 那巴勒斯坦人恨不恨你啊 对不对 尤其是现在有些啊 这个西方的媒体的报道啊 我最近看了一个那个BBC的那个报道 视频的 BBC的记者啊 在以色列的南部啊 然后的话展示了一下 以色列人好可怜啊 经受了奇迹 也引用了什么啊 这个什么三岁啊 五岁孩子的父亲 大家像不像啊 某公知拍的那种纪录片的内容 对不对 然后把三岁五岁孩子的父亲啊 向以色 向以色 向哈马斯喊话 哈马斯别伤害他们 对不对 拿我来交换吧 不要伤害父女儿童 你冲我来 对不对 同样的一个手法 同样的一个手法 确实可怜 这个不是重点啊 就说那个纪录片里面 然后的话 有那么几个景象吧 一个是铁丝网 另外一个是墙 铁丝网 然后的话 这个铁丝网记录了啊 这个铁丝网相关的这个视频 记录了这个哈马斯使用推土机 把这个铁丝网给推开 对不对 然后的话这个BBC啊 配的这个音啊 背景音 他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啊 这些铁丝网和这些墙 本应该要阻止这场灾难的发生 我当时看我 真的是要吐血的一种感觉啊 铁丝网和墙 你是把巴勒斯坦人当什么 对不对 这叫什么 这叫集中营啊 大家想想美国人 是如何宣传中国的新疆的 中国的新疆的穆斯林 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对不对 确实新疆现在有产业了 新疆的旅游 然后的话 这个旅游行业也起来了 然后新疆人的收入啊 真的是最近这几年增长的特别的一个快 不仅如此 对不对 新疆的人口还增加呀 穆斯林的人口还在增加呀 他比整个中国的人口的增长率还要快呀 可是反观在以色列生存的这些啊 这些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吧 对不对 之前跟大家讲过 1948年的时候阿拉伯人在以色列 这个境内生活是45% 现在连20%都不到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BBC拍着这个铁色网拍着这个墙 在那说 哎呀 这些铁色网 这些墙 然后他本应该阻止灾难的发生 你引用的画面是 巴勒斯坦人开着拖拉机 把那个铁色网给他推开 大家不觉得很可笑吗 你凭什么把别人围在里面吗 你把别人围在里面 你还要再进去再把这个难民营给他拆了 然后你再把他变成犹太人的这个居住地 你不 那没关系嘛 双标嘛 大家都熟啊 双标的事情啊 我就喷那么两句 咱们今天聊的是解决方案 对不对 解决方案 两国的啊 这个方案 讲到90年代 美国开始主张 美国到现在为止 还是在主张的两国方案 比如说老拜登也是承诺两国方案 对不对 但是啊 在美国这个 从90年代到老拜登时期啊 让中间有那么一个变化 这个变化就是来自于川普 川普推行了自己的一个两国方案 这个两国方案的根源在于耶路撒冷 对不对 然后川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 也就失去了当初把耶路撒冷分为东耶路撒冷和西耶路撒冷 这样两个啊 国家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 同时拆分了耶路撒冷 得了 对不对 大家达成一个和平的这样的一种方案 对不对 到了川普这儿 马上耶路撒冷全规啊 这个以色列 其实川普才是激化了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矛盾的那个人 对不对 然后的话川普现在也出来发声了吗 然后他啊 现在巴仪的冲突的根源在哪 根源在于美国的软弱 我真的是啊 天不生川普啊 美国真的是没记 真的是啊 没有任何的啊 这个光明可言 对不对 万古如长叶嘛 对不对 总而言之吧 你看看川普这话讲的 川普为什么讲这些话 民粹吗 而且还有什么呢 对不对 美国国内的这些媒体 对不对 跟以色列都是直接的一个关系啊 那就是川普的一个玩法 他是个生意人 你能拿什么利益跟他交换 他当然要夸你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川普现在就是在支持着以色列 因为相较而言 巴勒斯坦人能够给川普什么利益啊 川普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人 生意人嘛 所以说呢 川普的这个方案 不利巴勒斯坦 因为什么呢 把耶路撒冷全给了这个以色列 以色列当然是很欢迎川普啊 这也就导致了内塔尼亚湖与拜登之间的矛盾 因为拜登又把这个政策拉回去了 对不对 要有东耶路撒冷和西耶路撒冷之分 分成两个国家 完成啊 完成这个巴以 巴以矛盾的这个解决 对不对 但是的话 你又说川普啊 这就是美国 对不对 咱们反光 为什么我说美国不成事啊 10年代反对两国商案 两国方案 90年代支持两国方案 对不对 到了川普上台 又把这个两国方案给改了 然后再到现在 拜登又把这个两国方案又拿回来 你美国的观点 到底是什么 他不像是一个大文明 一个大势力 应该做出的事情 大文明 大势力 之前跟大家讲过 要制定规则 对不对 你的规则能变吗 今天一个样 明天一个样 谁还听你的呀 恨你还来不及呢 啊 今天我按照你的方案来行事啊 可以 但是你觉得啊 这个方案你吃亏了 你马上就撤了 没你这么做事了 你知道吗 人家会恨死你的 谁还听你的话 听你的话 倒大没 对不对 这就是美国最大最大的一个问题 这就是我跟大家讲 美国在中国面前不成事 然后以色列在美国面前不成事啊 都得不知道建好就收啊 你应 你小 你弱 你应该更加的一个灵活 结果呢 硬的不得了 对不对 就得 那么我好强强 我好棒棒 我好硬硬 谁惹我 我干谁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你敢惹我 我把你干了 你不惹我的话 我还惹你 对不对 因为我要占便宜啊 对不对 然后的话 我要把巴勒斯坦人全部挤走 然后的话 也就有了在以色列境内 这个巴 这个阿拉伯人啊 从45%变成百分之不到20 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想吧 就把这个巴勒斯坦人的这个难民营啊 一个一个给他拆了 没有大冲突的时候 以色列这种小动作不断 这叫什么呢 说这叫什么 这叫不成事啊 你知道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呀 对不对 你周边全是阿拉伯国家呀 旁边还有伊朗啊 伊朗那么看你烦死了 还有还有叙利亚这些国家呀 对不对 你如何化解这些国家对于你的仇恨呢 嗯 就使用这种手段 就是强硬不得了的手段 就能够化解仇恨了吗 你又本身你把阿拉伯人全杀了 对不对 就跟当年德国人想要干的事情一样 你以色列能干吗 那么以色列能干这些事吗 人能杀光吗 只要杀不光人 你问题就得解决 可是不解决 就怎么硬顶着来 这不成事 你们倒大煤的民族啊 真的是怒其不争 哀其不幸啊 你从以色列身上 看你多清楚啊 就拿耶路撒冷这个事来说嘛 那以色列人特别在乎 犹太人特别在乎 对不对 当然了 穆斯林也特别在乎 因为我最近啊 在我的频道也看到了 有些特别可爱的网友出来说 以色列啊 在这个耶路撒冷建国啊 这个公元前啊 一两千年就有了 公元前一千年就有了 是 没错 大伪国 对不对 你要说到压杀龙了是吗 可是犹太教 估计也就在于这个公元前二百年 因为毕竟吧 耶路撒冷是三大宗教圣城 犹太教啊 基督教 以及对不对 这个伊斯兰教 然后的话 基本上啊 诞生的第一个的是犹太教 第二个啊 基督教 第三个是伊斯兰教 都是在公元前后 这个四百年的啊 四百年内的时间诞生的 但是的话 真要说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归谁 对不对 你是归犹太教呢 还是归伊斯兰教 还是归基督教呢 这都不好说 矛盾讲起来 没完别了 说到啊 以色列之前建的国家 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 你可以说那个建国 但是现在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 以色列地区 这些阿拉伯人 他不是那些人的后代吗 只不过后来信仰了 不同的宗教而已啊 对不对 犹太教出现 也就是公元前二百年 对不对 只是因为信仰了 不同的宗教 然后的话 就没有资格在这片区域 生活了吗 真正啊 这耶路撒冷成为圣城 那也是因为犹太教 基督教 以及这个伊斯兰教 定义出来的一个结果呀 耶路撒冷的地位 跟宗教是直接相关的呀 你讲历史 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的用处 你知道吗 这是其一其二 以色列拥有耶路撒冷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的话 在耶路撒冷地区生活了啊 两千年 近两千年的啊 这些伊斯兰教的教徒 他们怎么办 都在那生活了两千年呢 那不是十年 二十年 二百年 三百年 不是这样的一种程度啊 两千年了 把他们全赶走 你说他们什么感觉呀 那怎么办呢 这些矛盾怎么怎么怎么解决呢 你要是老是从历史对不对 矛盾往前去刀 那不就是美国吗 对不对 你这样如何解决矛盾呢 你扩大矛盾 你就强调这些就完事了 你要解决矛盾 对不对 那咱们就看解决方案就行了嘛 耶路撒冷一分而二又能如何 巴勒斯坦能接受啊 以色列你为什么不能接受啊 强对不对 好强好硬 就不能接受 对不对 就跟当年德国人干的事情一样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对不对 没有任何的政治的一个智慧 为什么跟大家讲 中国是佛心来的 现在 现在矛盾起来了 应该意识到 这是一个时机 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时机 结果呢 你刚才跟大家说了 对不对 把这个以色列的官员在那说啊 现在不是谈两国方案的时候 这是最好的谈方案的时候 对不对 不谈 你不谈是吧 不谈承担哪个代价 我中国呢 跟我没多大的关系 我方案已经讲到这了 就跟美国人一样 当初也不听吗 对不对 当初也不听中国的啊 俄乌问题的全核素产吗 不听 不听到最后自己打脸吗 谁丧失自己的信用 谁国家实力受到影响 对不对 那谁谁谁知道 以色列同样也是如此 以色列这个国家又小 又小对不对 然后的话 周边一大堆的啊 这个胡适担担的国家 你现在能够占便宜 你面对巴勒斯坦占便宜 也许面对伊朗 你也占便宜 对不对 那未来还有很多的啊 伊斯兰教的国家 都看你不顺眼 你一个一个干完 有这个能力吗 当年德国人做到了吗 好好想想这些问题吧 怎么认知吧 以色列如果不知收敛 包含美国 现在又要被以色列牵着走 对不对 包含美国的航母也来了吗 对不对 被以色列牵着走 美国在解决巴以冲突 这个问题上又开始变化 对不对 从反对两国方案 变成啊 支持两国方案 到了啊 川普时期 又反对啊 以前的两国方案 到了拜登又收回来 对不对 又支持两国方案 到现在为止 又被以色列牵的啊 开始 开始动手 对不对 又把两国方案抛之于脑后 那就真的没得谈 对不对 那谁倒霉 谁知道 大家等着看呢 今天这期啊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 演唱片 演唱片